大家好,欢迎收看旧金山焦点,我是林萧然 在今年9月底,涉嫌为中共充当间谍的旧金山湾区居民彭学华被捕 昨天,他坦诚罪行,在2015年至2018年间 多次透过秘密线人获得机密情报,并将情报送回给中共官员 期间共行动了6次,他接受了检方对他处以4年徒刑以及3万美元罚款的决定 案件最终会在明年的3月宣判 近年来,美国司法部连续抓捕和调查庶明在美国手持美国公民身份的中共间谍 让中共在美的共谍战越来越浮出水面 之前的节目中我们讲到了,前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经理林英 利用职务之变多次绕过合法途径,替中共官员托运包裹 在上周被美国联邦法院判缓刑5年 罪名是因为充当了中共代理人并未登记 要说林英案与这个彭学华案的不同之处是林英并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 在外人看来呢,是利用职务之变帮了中共官员一点小忙 彭学华的行为则是受过训练的专业的间谍行为 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已经加入了美国国籍 在美国有合法工作的普通华人 彭学华现年56岁,于2001年持临时的商务签证进入美国 在2006年婚后取得永久居留权,并于2012年入籍成为公民 彭学华的职业是一家旧金山美国旅行社的总裁 负责接待前来观光的中国游客和学生 现在该公司已经倒闭了 彭学华的犯罪行动堪称是传统间谍和现代科技手段的结合 他承认自己是在2015年出差的时候 受到中共国安官员的接洽后 开始帮助中共收集并传送情报 根据FBI释放出的一段监控影片 彭学华作案的手法是 根据中共的指示前往指定的旅馆 把现金装在信封中,留在旅馆的房间后离开 然后把房间钥匙交给服务台,等待现人收钱 并把装有国家机密的SD卡留在房间后 他出现把SD卡收起来,秘密的带回中国,交给上级 作案中他都无需和现人直接的会面 可以说是非常的隐蔽 每次装在信封中的现金约为2万美元左右 彭学华之所以暴露,是因为这个给他SD卡的秘密线人 其实是FBI的双重间谍 也就是说这人也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 通报给美国后才把彭学华这个中间人给揪了出来 从川普上任后 美国开始高调频繁地抓捕在美国的间谍和中共代理人 释放出了两个信号 一个是对西方民主国家敲响警钟 一个是对中共的警告 美国意识到中共利用民主制度展开间谍行为的严重性 负责美国国家安全事务的副总检察长德莫斯说过一个数据 自2011年至2018年间 美国司法部起诉的超过90%的经济间谍案件涉及中国 三分之二的窃取商业机密的案件与中国有关系 在彭学华案的落网可以发现 中共的情报人员无需踏入美国便能够搜集到这类情报 大家可能会想 一系列的中共间谍案件 一些中国人或在美华人受中共指挥行事 中共究竟想从美国人身上得到什么东西 白宫前首席信息官佩顿给出了一个答案 他说 十年前 中共间谍活动的重点是获取美国政府信息 及盗窃知识产权 现在中共更加肆无忌惮地大范围窃取所有信息 最终目标是窃取和利用知识产权或是影响美国的政治 毫无疑问地说 目前中共已经不满足窃取知识产权了 更多的是进行红色渗透 长期在美国生活的华人可能会有这么一个感觉 十几年前当谈到共产党时 美国人都是谈虎色变 美国是非常警惕和防备共产党的 但是到了现在 中共用中国强大的市场绑架许多 美国公司对中共的专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像之前闹出的很火的NBA风波就暴露出了美国企业 需要看中共脸色对其自己言论审查的事实 有评论提醒在海外的华人误触碰民主国家的法律红线 中共习惯用人性的弱点招募间谍 利用金钱诱惑让华人传递敏感信息 中共利用华人盗窃行为招致的结果 就是美国对一些专业领域 比如信息技术、航天和海洋工程等等领域的 华人学者和学生不信任 现在许多学者和留学生 因为这个影响被解雇 或者是被拒发签证的事情比比皆是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在旧金山新唐人的YouTube频道 旧金山9点栏目下留言与我互动 我是林萧然 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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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